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逢年过节的时候 惠武龙 华龙洲 也由龙凤城祥 望子成龙这一筷子人口的成语流算下来 无论是文学 动漫 电影 乃至游戏作品 都有东方龙的影子出现 死亡先锋 塞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 哪怕在西方文化占比较重的魔兽世界 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东方龙元素 在很多游戏动漫里 不少武器和技能都是以龙命名的 像小时候大家玩的街机 三国战绩里 关羽就有一招飞龙在天 英雄联盟里 芒山的大招 也叫猛龙白尾 魂与人这里的水龙弹 土龙 木龙之树等等 在很多小说中 还出现了以龙命名的武器 比如《三国演义》里 关二爷的青龙咽乐刀 以及金龙武侠小说《以天头龙记忠》 被武林构派是做自保的土龙宝刀 由此可见 整个东方龙的形象 在中国来自整个东亚文化中拥有极高的地位 那本期节目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东方龙是如何起源 它的形象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龙在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成为天子的象征 而民间神话中龙又有者什么不同呢 东方龙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民间文化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国 日本 越南 都是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在慢慢演变 诞生了各自龙的形象 所以我们看越南 韩国和日本 这些国家里龙的形象 都和中国龙十分接近 像守望先锋里原始的大招 就是拿着自己的龙刃经营徽斩 身旁也会敷衍出龙的形象 以之前为大家讲的日本黑帮 龙也成为了这些黑帮大脑们 纹身的热门元素 东方龙追魂溯源 还得从中国讲起 根据很多史记记载 中国古代不仅有龙 还有人养龙 左传里就记载 有一个叫董妇的人 非常擅长和龙打交道 后来这件事被孙帝知道了 孙帝非常高兴 就治愈了他幻龙的事 但在董妇之后 炫耀龙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在历史上 幻龙诗的故事曾被多次提及 这也给现代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古代会不会真的有龙呢 还是说这种珍惜物种 在后面慢慢灭绝了 虽然我们现在才见不到 值得商榷的是 即便幻龙诗的故事真实存在 我们也很难确定 董妇驯养的到底是什么龙 有很多人认为 当时所说的龙 其实是恶语 有人说是蛇 其实之前我在讲西方龙 那期节目里就提到过 龙的形象肯定不是人们凭空想象的 文英多先生在福西考中也说 大概图腾未合并之前 所谓龙者 只是一种大蛇 文英多先生认为 最初龙的形象其实就是蛇 而当以蛇为图腾的强大部落 慢慢消灭 吞并其他部落后 原本的图腾造型也融合了其他部落的特征 逐渐变成了如今的形象 图腾说是目前关于龙起源 较为主流的认知 虽然不能就此给龙的起源 改观定论 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那就是中国大地上千百年间 随着权力交替 王朝更迭 社会变动和人们的审美不同 龙的含义和形态 一直在不停的演变 所以早期中国龙和如今的造型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异 从红山文化 陶氏文化等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 龙的造型在当时还保留着很多爬行动物的特征 比如都有蛇一样的生子 没有鸡脚 四肢或者其他细节特征 整体而言 那时候龙的形象都颇为原始 浑身都透露着一股原始崇拜的神秘气息 如今华夏银行的C字型logo 已是来源于狱龙的造型 甚至关于龙的起源 还有一种佩胎说 有一部分人根据红山文化出土的御龙造型 与动物佩胎的形状联系到了一起 提出了龙的起源源于古人们对于佩胎的探索 而随着时代的演变 华夏民族逐渐走向统一 我们也能从商周两代 大量出土的青铜器龙纹 以及各种玉器上发现 龙的形象开始细腻起来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 群雄并起 社会动荡引领了百家争民的盛大场面 龙的形象也更加富裕变化 不再仅仅均于过去单一的造型 等到汉、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 社会的稳定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这一时期中国龙的形象 已经逐渐退去了爬行动物的特点 体态或者是强劲有力 一副悦己之事 或像唐代吃惊走动这样 小巧玲珑 极具艺术美感 而如今我们熟悉的中国龙形象 大概是在宋代才开始慢慢确定 北宋画家董宇曾提出过 画龙要三亭九世 三亭是要指画出龙蜿蜒的身躯 每次停顿都要有转折和出息的变化 九世则是要将龙的脚 头、眼、爪等部位的刻画 找到了依据和参照的对象 如头是牛、脚是鹿、爪是鹰等等 所以我们看宋代的龙和以前最大的区别 就是抛弃了之前千奇百怪的造型 和龙朦胧之美 龙的形象开始规范下来 变得更为具体和写实 它们都蜿蜒着身躯 好似腾云家屋一般 生态庄重而威严 此后的元、明、清、三代 也都以此为基础 延续着这样的造型 只是部分细节更加充实丰富 讲完了龙几千年来的形态变化 可能大家还会好奇 龙在其中的象征意义 毕竟一说起中国龙 不少人都会觉得这是威严神圣的象征 像很多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皇帝的什么东西都要和龙扯上关系 皇帝自称真龙天子 皇帝生病也要说龙体抱养 皇帝发火也叫龙烟大炉 那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和皇帝有着密切的联系呢 根据实际高祖本记的记载 汉高祖刘邦的母亲 就是和一条龙发生了关系后 有了身孕诞下了刘邦 所以后来还有传说 刘邦后续酒后 头顶上有龙形的浮现 当然了 这对故事你肯定不能当真 一般要当皇帝的人 无论是在起义前还是在登基后 都要弄点玄学的东西 来证明自己是天选之人 但最起码可以说明 龙从最开始 就用来比喻英雄豪杰之类的人人 汉武帝继位后 创立了延号 永远被多次以延号的方式提及 比如西汉汉宣帝流行 和东吴孙权的黄龙延号 魏民帝巢罪的青龙延号等等 大家会发现这些用龙作为延号的 通常还会在前面加上颜色 不同的颜色的含义 是源于古人信奉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 五行又分别分为五种颜色代替 如《易周》书里记载 一黑未水 二字未火 三仓未墓 四白未经 五环未土 五行之间相生相克 战国末期 齐国学者周延 又将彼时的社会变动和王朝心体 与五行之说联系在了一起 并提出武德宗史说的概念 周延认为 世间万物周而复始 都处于变化之中 没有勇士长存的王朝 只有明白武德的道理 深谙其变化 才能让国家更好的发展 同时周延还认为 下世不得 商是经得 周是火得 所以最终胜周者 那肯定就是水得了 这番理论在乱世中备受推崇 因为大家都想统一六国 终结乱世 武德宗史说 很好地为王朝的迭起兴衰 提供了理论基础 秦王嬴政同一六国后 就根据周延 随德代周而行的论断 并结合此前 秦文公出列 捕获到黑龙的传说 将国家定为随德 而黑色刚好是随德的象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秦朝时 人们穿的衣服 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 都比较偏爱黑色的原因 东汉时期编程的 《说文解制》中曾说到 临从之长 能忧能名 能戏能聚 能短能长 春风而登天 秋风而浅渊 这就说明在当时 龙被描绘成为了一种变化莫测 无所不能 有着超凡力量的神兽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 比如唐代文学家 刘雨昕的《六十明》中的名句 三不再高 有先则明 水不再生 有龙则灵 但要说龙真正被皇家垄断 还得从宋朝说起 前面我们讲过龙的形象 在宋朝就已经基本定型 而恰好是从宋朝以后 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 逐渐走向顶峰 从元朝开始就有明文规定 民间不允许制造 贩卖有日月龙凤文的筹布 后来又多次下证 明确禁止民间 使用五爪的龙凤文士 不过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虽然朝廷不允许 贩卖龙文筹布 但还是给精明的商人 赚了空子 他们在此前的龙文上 稍加改动 比如剃出一个脚 剪掉一个爪子之类的 就创造出了很多变异龙文 所以即便朝廷三零武僧 严禁百姓使用 可民间的用龙热情 却丝毫未解 到了明朝君主专制 进一步加强的同时 皇帝对于龙文的垄断 也大大强化 不仅制定了各级官员 服饰的图案和颜色 龙也彻底被皇帝垄断 元末民宿小说家罗冠宗 以用龙来比作人中豪杰 也就是三国演义里 足久论英雄的经典桥段 龙能大能小 能生能瘾 大则星云土物 小则隐皆藏行 龙之为物 可必士之英雄 清才就更不用多说了 皇权在这个时期达了领风 不止皇帝们的龙袍上 都持有慰言的五爪龙形象 龙更成为了整个国家的象征 像清八旗军席上的龙 再比如我们熟悉的黄龙旗 长年间的黄龙旗 是一面三角形旗帜 原本是作为大清水师 和官船所使用的船旗 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王朝 都没有国旗这一概念 但随着晚清政府 和西方列强的外交活动 越来越多 缺少一面代表自己的国旗 使得清政府诸多外交活动 遭遇了不变 所以为了更好的和国际接轨 在光绪十四年 交由天津军血旗重新设计 将原来的三角黄龙旗 改为了长方形黄龙旗 并从此成为了大清国的国旗 所以无论是中国龙的形态 还是它与皇家之间的联系 都是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 龙童诞生至今 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形象 它伴随着中国大帝 数千年以来的兼并 分裂 以及人的主观意识 早就改变了无数字 换句话说 正是因为中国龙的数字演变 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璀璨的篇章 也正是由于它的多样性 才能让我们见识到中华文化 其高的包容性 想必很多人最早接触到中国龙 都是因为各种神话故事 比如西游记里面的四海龙王 罗扎大海里的敖饼等等 不过在这些神话故事中 龙却不再单纯是降与的象征 它们甚至会心中作荡 发洪水祸害百姓 造成巨大的灾害 这就让很多人非常不解了 龙不是皇家的象征吗 那最起码应该是正义的吧 为什么会在神话里 会和邪恶势力扯上关系 之前我们讲过西方龙的一大特点 就是会喷火 而中国龙恰恰相反 在广为流传的神话中 它们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相信在不少观众朋友的家乡 总有那么一两条 以龙秘密的河流 或者是湖泊 也应该听说过 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样的邂逅语 大水冲了龙王庙 管子水地篇中有记载 龙生于水 披五色而游 故神 所以在早期传说中 龙就被描绘成为了一种在水中生活的神兽 但真正让龙赋予水神 和神等职舍的 要从佛教传入中国讲起 大约是在东汉开始 慢慢地由佛教典籍开始传入中国 而在印度神话中 刚好有一条名为那家的巨色 那家在印度神话中 是泉水 井水 河流 及湖泊的保护神 他们掌握着降雨 能为人们带来丰收 佛教传入中国后 在水塘时期逐渐盛行 佛教在中国也开始了本土化 那家和中国龙的概念 在这期间慢慢融合 所以龙就被赋予了行云不语的职责 而水龙王的观念 也在民间传播开来 至于龙为什么时常会在神话 及民间传说中扮演反派角色 这其实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得清楚 因为中国的神话体系实在是太过庞大 而关于龙的传说也有很多 但有一点大家要清楚的是 中国的龙文化是多种多样的 帝王龙和民间龙是两个独立的体系 而中国龙也并非特制某一条龙 在这个庞大的龙群体中 自然也分正义与邪恶 所以这种设定非常合乎情历 而且各种神话传说都是由人民创作 自然与人们当时的生活环境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王朝历来都是农业社会 只有农业顺利发展 国家才能稳定繁荣 中国历史上多次的王朝更替 不少是因为一些自然灾害 导致农民颗粒无收 统治者又刚好是一个昏君暴君 不断施以种水 就算震灾也被勾及的贪官层层苛扣 最后打致接二连三的农民起义 但种地这种东西始终是要看天的 人们都会祈求风调雨顺 刚好你龙王就是水深 有着湿云不雨的能力 这是因为天干地汗 他们求带往星云不雨 那不管是汗到灾害 龙王都逃不了责任 不下雨打致连延大汗 就是龙王不作为 发洪水 那肯定就是龙王发怒呗 所以在当时 每每遇上这些自然灾害 人们就会和各路神仙联系到一起 而龙兴奉作荡 祸害百姓的传说 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总的来说 各位看到这两期关于龙的节目 无论是东方龙还是西方龙 甚至是各路怪物神兽 基本都是由古代文明 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塑造出来 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变迁 不断被后人所改变 运用赋予含义 东方龙正如我之前讲西方龙的节目一样 当需要它是坏的 则会利用喷火 汗料等给龙附加额外的负面意义 以借此来达成自身所需要的目的 当人们需要它是好的时候 就塑造它的正面形象 例如东方龙的祥瑞 西方龙的威武 成为了各种旗帜 徽章的象征 以借此希望具物的力量 赋予自身更加威武的含义 但无论好坏 也无论东西方的龙形象 它们都成为了人类文化中 一个重要的主成部分 让这也许从未真实存在过的生物 在各种艺术作点中栩栩如生 感谢收看本期的不值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 我是小一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我们来看看龙是怎么叫的 库 马 呼呼 龙 小朋友 再见 小朋友 小朋友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